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的电脑在旁边 好那请各位就是下载好之后 你的那个软体里面这一个XMind 请你直接就点两下安装 直接点两下安装 那装好以后呢 这一个 请把它点两下直接安装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就结束了 那装好之后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按钮 在你的桌面上 捷径 那你可以点两下直接把它打开 那这个XMind 8 它是免费的版本 免费的版本 那如果你装了 他们官方网站最新的 最新的XMind 那个就会变成是 试用版的 然后他没 就是新版的软体做的XMind 旧版的不能开 但是旧版的做的软体新版的可以开 这个使用上稍微注意一下 那新制度的软体也不是只有这一个 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用 如果你不是用XMind的 你用GipMind也可以 用FreeMind也可以 用Cargo也可以 那 目前这个都是属于个人单机使用的 个人单机使用 那手机也有App 手机有相关的App可以使用 然后那个如果你是需要共作 共作就是跟同学一起讨论 线上直接同时共作的话 目前大概只有这一个叫做Cargo Google的好朋友Cargo C-O-G-G-L-E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也是免费的 但是它免费的里面 只有三张图 是可以private 就是你自己私有的 三张之后 三张之后它会把你的图全部公开 在网路上别人可以搜寻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教学用 应该就不会care 那你就可以用这一个 这个是目前唯一可以线上共用的新制图 而且是同时共作 那其他的新制图可以宣称 可以这个共作的新制图 它就一次只能一个人编辑 它会把你锁住 那你第二个人要编辑的时候 第一个人就不能编了 目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跟各位说明一下了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那只是前提 那请各位就把你的新制图软体装好的 请你把它打开 那我想请教一下 在座各位 有没有人还没用过新制图 如果你还没用过新制图的话 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 我大概看一下会有多少人 还蛮多的 这些没有用过新制图的老师 如果你的教学的年资在十年以上的 请你输入2 哇 好 大概知道状况了 其实就我以前的个性 我会这样说 就是各位都是站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线 那教学的第一线当然最重要就是教学生怎么学习 那可是学习里面最好的工具 最棒的工具应该新制图应该是数一数二 就我来讲是第一 但是如果老师们都还没有用过新制图 我觉得会十分的可惜 十分的可惜 那虽然新制图它是一个工具 那也许学习有其他的工具 就像比如说我们花龄要去台北 那我可以骑脚踏车 我可以走路 我可以骑摩托车 我可以坐火车 我甚至可以坐轮船对不对 也可以坐飞机 这么多工具都可以到台北 随你高兴 随你喜欢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最迅速的方法 那当然大概就是坐飞机 目前是最快的 对不对 所以各种工具任凭你喜好 如果你是想欣赏沿途风景 那可能骑摩托车会是不错的选择 那可是如果你想最快到达 可能飞机 飞机会比较快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新制图呢 是电脑操作 平板APP也可以 那也有 我会只会大概讲一下 纸面也可以操作 就是新制图的方式 它的用法 不限于用软体 或者用APP 你如果没有软体 没有APP的情况下 你用纸张 你也可以 可以直接在上面画 但是我今天不会去强调 那个 你用哪一种方式的做法 我们会focus在它的 怎么的应用 那当然用纸张是在 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比如说 那个低年级没有电脑课 中年级 也许电脑课不是很多 没电脑可以用 没平板可以用 或者是在外面可能刚好没有设备可以用的情况下 你用纸笔用便利贴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操作会focus在电脑的操作的部分 那重点不是在那个技术 不是在那个操作的技术 好 好那麻烦各位开了之后请你新建一个档案 大概知道一下状况了 所以我们还是会会稍稍讲一下技术部分 但是技术部分很快 三分钟就搞定 好 所以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 开心档案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长相 任何一种长相 那我的习惯都会直接选第一个 因为这些不同的长相都是可以事后在依据你的规划的不同 他可以事后再做变化的 事后可以再修改的 所以我就直接选第一个 那这个样式也是事后都可以改 你就挑一个最顺眼的 好最顺眼的 好那这是新制图的 的页面操作的页面 那有一个快捷键 我先稍微讲一下 那个 好这里面大概有几个按键比较常用 那个这个叫control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insert 就是插入的按键 然后这是enter 大概这几个按键比较常用 那 所以各位老师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insert很常用 好 那所以在这个页面里面 如果我要放大缩小拉远拉近 拉远拉近 那我的方式是control先按着 滑鼠的滚轮往前 好往后就可以拉远拉近 好就可以拉远拉近 好所以这个是拉远拉近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触控萤幕呢 你就可以像汤姆克鲁斯 用两只手 两只手指 好往往外扩张 他就 就会有放大的效果 然后往内收缩 两只手指往内收缩 就可以聚焦就可以把它缩小拉远 好 这是最常用的按键 然后再来 好我们现在讲技术 三分钟以内搞定 你的主题呢 直接输入在这边 这很简单 好那如果你要想外扩展节点的话 如果你要想外扩展节点 好向外扩展节点直接按 在在你上一层的节点上 直接按Insert 好按插入的按钮 好那如果你是在你目前的节点 他会用那个出线条框在外面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目前的节点在这边 你按Insert的话 他会在下一层增加节点 那如果你是在这 你现在的点是在这一个点上 你再按Insert 他会往后增加 所以简单的来讲 那个Insert就是往后增加节点 往后增加节点 所以看你的节点在哪里 你按Insert他就往后增加 如果你节点在这边 按Insert就往后增加 这是第一个操作 好那如果你要增加同一层的 比如说我要增加这第一层 这叫第一层 如果我要增加第一层 我第一个方法当然是回到上一层 按Insert 那我也可以直接在同一层上面按Enter 它就会直接增加同一层的点 按Enter 直接增加同一层的点 好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操作 这是第二招 然后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分类 当我们要做 这个节点的变更位置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节点 他可能不在这一项下面 他应该在这一项下面 那我就按着他直接拖曳 拖曳到他 你觉得他位置在哪里 放掉 他就跑过来了 拖曳 好 所以你觉得他该在哪里 你就把它拖到哪里 该放掉就放掉 好 这三招是基础新制图最常用到的三招 好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操作了 三分钟 讲完 讲完了 接下来 我要讲进阶的 进阶 陈老师有问题 请说 老师那个Enter在哪里 Enter 好 老师你麦克风没有开 好 如果你是那个笔电的话 笔电的话 它是在最上面那一排 然后它可能跟组合键放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要按Function 你可能要按着那个Function再按Insert 因为笔电它 它 它有两个功能 有双功能 所以笔电你可能要按着Function再去按Insert 那这个在系统里面是可以切换的 系统里面可以切换 那婉珍说用Tab Tab键也可以 Tab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是笔电的话 可以直接按Tab键比较方便 或者你用滑鼠按右键插入 那就它就可以让你选你是同层还是分支 同层或分支 这样也可以 但是会比较慢 你知道我是比较建议用键盘 因为当你的创造力在脑袋在开始迸发很多idea的时候 你用滑鼠就慢了 有时候你思想全勇的时候 你还要去滑鼠点了三次 才会找到 才会新增一个节点 你就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我常常都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很希望他就是只要按一个键 马上就生效 好 这是基础的三招 再来我们讲进阶哦 进阶 这个三分钟再讲完 整个新制图的操作你大概就会八成了 好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好 再来呢 如果说你两个节点之间有关系 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节点 跟这个节点之间有关系 你要拉关联线 你就停在这个节点上面 上面就有个关联线 你直接点一下关联线 再点到下一个节点 他就会帮你拉好关联线 拉好关联线之后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关联线的中间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输入字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中间是什么关联 关联的关键字把它打上去 然后呢这个关联线的 两边还有这个黄色的节点 这个黄色的节点可以让你决定你的弯曲的长相 你要怎么弯 朝哪里弯 就是拉这个黄色的节点 这个是关联线的操作 好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 再来 如果你觉得你要做总结 归纳总结的部分 假设这三个都是属于 某一件事情 你就把这三个选起来 上面就会有大括号 这个括号点下去呢 这边就可以做总结 还可以做分区 比如说 这个区块跟这个区块 你可以做分区外框 把它整个框起来 然后可以在这个框线点两下 可以输入一些助记 好这个就是最常用的我们在使用上最常用的进阶的操作的部分 基本上这些东西会了 你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够用了 那之后还有一些你可以在节点上面插入一些图片 连结文件之类的 那个就是后面比较需要 你需要比较那个技术上比较精进的时候 或者这个东西是要拿出去做分享的 你再来处理就好 平常我们自己在学习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就够用 好技术讲完了 有没有老师有问题 关于操作上面的技巧 老师大框线可不可以再讲还是没跟上 这大框线 有两种 就是那个第一个是这种括号 括号你先把你要哪些东西要总结 你把这些东西选起来 然后这里就可以点括号 好他就出现一个括号 那你就可以在这上面输入 你要总结什么事情 那如果有变更 比如说你这括号括错了 这里有上下有两个界线 你就可以把它往上移往下移 他就可以去改那个括号的位置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区域 你要分区 比如说这三个是第二天的课 那你要把这三个圈起来 直接点分区括号外框 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外框 那当然这些形式都可以换 在这边可以换 好那你就可以点两下 这时候输入的字就会黏在那个框框的上面 帮你做框框的注记 这些都是最常用的 我们基础的技术先停到这边 先停在这边 不晓得各位老师有没有在技术部分 应该是没问题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其实这种工具 大概我不用教 你大概看了自己摸一下就会了 这种工具其实最好用 好 那技术的问题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正题 怎么样利用这些工具来做学习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学习 学习就是快速的阅读理解摘要 然后背诵复习这几个东西 那所以这个是在各位老师 你自己用跟学生身上用 是非常好用 然后下个礼拜六 我们讲的是更进阶的 这个会让你翻倍的成长 然后会上升到不同的层次 那今天这个部分就是让你变学霸而已 那刘老师问怎么删除框框 就点框框 直接按Delete 直接点框框按Delete就好 那括号也是一样 不要的东西直接点到它 直接按Delete 好 所以应该很直觉了 这个大概不会电脑的三两下就会了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简报